苹果真需要失去C位了吗 最近我们看到苹果出现了罕见的大降价 18号开始iPhone15最高降800元 其他的苹果产品也会跟着讲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今年第一周 iPhone中国销量下降30% 2024年的苹果真的是连遭利空 1月2号股价就出现了大跌 市值一夜蒸发千亿美元 下跌原因是它被华尔街投行发布了看空研报 把苹果的目标股价下调到160美元 比当时的股价要低了14% 然后1月12号苹果全球市值第一的宝座 又被微软给夺走了 上个月苹果的股价才创的新高 市值占上了3万亿美元 这才一个月过去怎么就被各种泼了冷水呢 其实真不是华尔街空穴来风 苹果的成绩单确实不好看 10月份公布的2023年的年报 它的营收和进入都同比下滑 直接原因就是这个iPhone15的创新不足 虽然降了价但是销售还是拉垮 不过如果仅仅因为iPhone15的产品力不足 就全面看空苹果 那华尔街是不是也太草率了呢 要知道在过去10年中 微软曾经两次超过苹果的市值 但是都很快就被苹果给反超了回来 可是这次真的有可能不一样了 在上周五呢 华尔街有一家投研机构也宣布说 要把苹果作为做空目标 它的判断是苹果的股价会下跌30% 这个事就意味着 有一些机构已经不再认可 苹果未来会是马拉松冠军了 而看空它的理由也不仅仅只是因为iPhone15 而是因为它错过了这两年最大的事 人工智能 2022年随着OpenAI推出ChetGPT 掀起了全球的AI浪潮 微软对OpenAI的投资累计130亿美元 生成是AI能够加持微软的所有业务 然而苹果却没有任何AI的故事 在去年6月的全球开发者大会上 CEO库克还固执地回避了AI这个词 使用了ML也就机器学习来代替 一副要跟AI划清界限的样子 然后去年的10月份苹果又好像突然开窍了 让三位高级副总裁牵头冲击大模型 但是到目前为止 交出的几乎是一张白卷 也正因为如此 2023年美国大型科技股集体狂欢 纳斯达克指数全年上涨43% 但是苹果在七巨头当中是垫底的 只涨了48% 而爆了AI大粗腿的英伟达涨了239% MEDA涨了194% 有人说了 库克跟乔布斯是商人跟梦想家的区别 如果乔布斯还活着 那面对突飞猛进的AI 苹果绝对不会这么迟钝 但是呢 想想把这个板子打在库克身上 好像也不是那么合理 库克毕竟不是乔布斯那样的科技天才 他是一位销售天才 当年乔布斯重回苹果的时候 产品滞销 库存积压 亏损严重 是乔布斯三顾茅庐挖来了库克 结果一年内苹果就从亏损10个亿变成盈利3个亿 同时呢还把公司管理的井井有条 乔布斯并重之后呢 就把捷利棒接给了库克 而库克呢也成功的把苹果的市值 从400亿美元干到了3万亿美元 特别是他把供应链放到了中国这个事 让苹果真是赢麻了 感觉乔布斯创造了苹果 而库克成就了苹果 但毕竟做管理出身的库克 确实会让苹果的创新基因 在慢慢的弱化 而走到2023年 就从量变到质变了 最近苹果公布的库克2023年的总薪酬是 6320万美元 比2022年减少了三分之一 同时两个月以前 库克也透露说 他即将要离开苹果了 那谁会成为下任CEO呢 大胆的猜测一下 恐怕会是一位更加乔布斯那样的人 库克可以说 让苹果从一个机灵精怪 不修蝙蝠的小伙子 变成了一位成熟优雅的高富帅 但是10年婚姻过去之后呢 苹果现在开始中年油腻了 他现在最需要的恐怕就是一位 能让他重新焕发出青春活力的梦想家 而且得越快越好 股市也好 楼市也好 都还有机会 在大国的博弈中 咱们中国的地位还能再上台阶 这个是斯木蒙与李贝 最近在北大的一个内部演讲 但这个演讲内容最近也是在疯传 这次他除了讲经济之外 还讲了政治历史甚至玄学 反正结论就是 他对于未来是不悲观的 那么李贝的乐观的底气是来自于哪里呢 他的通篇演讲主要有两大话题 我给大家简单的概括一下好不好 第一个话题就是说呢 现在很多人呢 喜欢拿我们跟日本90年代的时候做比较 但其实我们现在并不像90年代的日本 更像80年代初的日本和50年代的美国 他说其实我们的人均GDP呀 城镇化率呀 产业结构什么的 都更加像七八十年代的日本 还有我们的GDP增速和居民可支配收入 2020年之后不是下台阶到了5%吗 日本在80年代的时候也经历了类似的下台阶 然后呢 日本在那个时候的房价股价也都出现了一波 和我们现在类似的下跌 从70年代的高点到80年代初 日本房价指数下跌了30% 股市市盈率从40多倍跌到了20倍 但为什么后来这段痛苦的经历 却被大部分人给遗忘了呢 因为后来日本虽然说经济增速没有再上台阶 但是到了80年代末的时候 日本的股市楼市又出现了一轮暴涨 一直到90年代全都创新高之后 才彻底的资产泡沫破裂了 另外呢 李北说我们也很像50年代的美国 因为二战期间的时候 美国企业的盈利增速也是很高的 股票市场也是很繁荣的 但是二战之后呢 由于他们卖军火 卖物资的这种增长模式没法持续了 所以美股就开始下跌 然后那个时候前苏联的经济增长势头又很猛 51年 苏联的工业产值比29年增加了12.7倍 同期呢 美国只增加了两倍 然后呢 在49年到50年的时候 标普500指数平均的适应率只有8倍 所以那会儿的美国人也是在深深怀疑国运的 但是呢 随着从过度恐慌中逐渐的淡定下来 他们的股市又步入了长达十多年的价值重估牛市 市盈率从8倍上升到20多倍 接着李北还引出了一些玄学词汇 物象和星象 什么意思呢 他说物象就是一些表面的局部特征 他说你看现在金融行李的人 要么就是降薪财源 然后呢 股票基金房子都在跌 所以他们就很容易认为 现在更像90年代的日本 这个其实大家内心中悲观的映射呀 内心的情绪映射到对事物的看法上 那就形成了星象 但是呢 如果是身在某些科技行业里的人 就未必会这么看了 比如某位AI机器人公司的创始人 他的产品性能突出 价格是美国同行的五分之一 他肯定会被那些头部投资人在追捧着 那这位创始人可能就会更加觉得 现在像是70年代的日本 因为这个会是他内心积极的映射 那么在这次演讲中谈到的第二大话题 就是李北认为 我们很有可能会实现大国博弈中的上台阶 他的依据是什么呀 是桥水基金创始人 本以为浙江国祥上市圈前都已经天下无敌了 谁知道呢 有人比他还要勇猛 有一家叫浮化化学的公司 准备IPO融资60个亿 但是这里面呢 有27个亿是要用来还债的 而离谱的是 这家公司上市前呢 突击分红26个亿 大股东按照持股的比例 拿走了90% 搞到股民们都懵了 你到底是差钱还是不差钱呢 说你差钱吧 你能拿26亿的现金来分红 说你不差钱吧 欠着银行等等的一屁股的债等着要还 这家公司呢 在四川乐山 保健人士国泰军安证券 看了一下这家公司的财务报表 第一眼还是挺震撼的 业绩相当好 大前年才赚5000万 前年飙到了16亿 去年更是赚了将近28个亿 三年增长了50多倍 公司所处的行业是化工 主要的产品是草甘林之类的农药等 那作为强周期的行业 这两年赶上了好年头 抓住机会扩大生产 多挣点钱也正常 但是问题就在于 浮化化学的核心产品 草甘林系列的价格 从巅峰时期的8万多一吨 已经跌到了2万多一吨了 所以说今年公司的业绩 大概率会变脸 那如果上市之后 还按去年的行情 给它估值的话 那肯定股价又是一地鸡毛 而更过分的事情在于 有细心的股民发现 这家公司怎么在上市前 突然把上年的利润全给分掉了 这个事有点违背常理 因为截止到2022年末 浮化化学的总负债高达99.47亿 有钱先不还债 怎么先给大股东分红 这家公司的大股东 通过直接和间接持股的比例 高达89% 意味着它通过分红 可以拿到23亿 至于公司还有27个亿的 直接资金的缺口 比如说像银行借款 需要补充的流动资金等 那就等到上市之后 拉上散户一起来填 有没有觉得这个套路 有点熟悉 账上是有钱的 但是先自己分掉 账上的债 所有股东一起来还 某大的许老板 不就是这么干的吗 从浮化化学的身上 就可以看到 整个A股的造型了 感情这分红这里的好事 都由大股东来享受 而还债的责任 就拉上散户一起来扛 第一例生 万科到账100个亿 整个地场行业 四年来最大的比融资诞生了 5月23号 多方的消息证实 说万科已经跟招行 等等的头部金融机构签了约 拿到了200亿元的银团抵押贷款 现在到账了100亿 还有100亿的很快也会落实 郑伟有这个利好消息 所以虽然今天A股跌的稀里哗啦的 但是万科A的股票 是逆势涨了1.7% 创下了近两个月以来的收盘价新高 200亿元的现金 对于这个阶段的万科来说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都知道现在万科很缺钱 它总负债1万多个亿 一年内到期的负债超过600亿 但之前没有人借钱给它了 万科只能自己硬扛 靠打折卖资产续命 比如说当时31个亿拿下的 深圳湾超级总部地块 现在22个亿就给挂出来了 地产缺钱 但是银行有钱呢 可人家银行不是慈善家 他们是晴天把伞借给你 下雨天就把伞收回去 尤其像招行 鼻子灵灵的很 当初乐视就是他最先发现不对劲 开始抽贷 然后泡泡很快就破了 但这回呢 是招行带头借钱给万科呀 相当于是在给万科背书 支持万科加杠杆 可以预见到的就是 接下来可能其他的那些大银行 也会慢慢的开始给万科书写了 之前呢 整个地产行业都是在去杠杆 都是在降负债 万科这笔200亿的贷款 就意味着 这个行业又可以开始加杠杆了 这是一个重大的拐点 也显示了高层对楼市的态度 和旧市的决心 所以我们看到地产的刺激政策 是一套组合权 需求端上呢 是降首付降公积金利率 两套以内的商业贷款 取消利率下限 这个目的呢 就是要尽可能的释放出来需求 而供给端也一直都在出招 首先得让这些房企能活下来 因为未来还是要有人来盖房子的 所以从去年开始呢 就有地产的三支建等等的政策 然后呢 现在不能再增加供需矛盾了 所以呢 库存去化周期 但凡超过36个月的城市 就不再新增土地 防止房子越盖越多 以后解决起来难度就越大 但是这些政策并没有达到预期 没有解决市场的信心不足的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今年以来 包括万科在内的很多头部的房企 都纷纷陷入到了困境 万科的债券最低的时候 跌掉了一半 股价比最高的时候 跌掉了八成 更别说A股的房企 都已经退市掉几十家了 包括像世贸 范海这种老牌的房地产企业 最后都没撑住 而万科如果再借不到钱的话 它的资金链真的是 随时有可能会断掉的 而如果万科倒掉的话 那就太吓人了 想当年美国次贷危机 先是一些小银行倒闭 政府没管 以为市场可以自己出清 接着呢 第五大头行贝尔斯登也倒了 还是没管 等到第四大银行雷曼也倒的时候 就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间了 金融危机的海啸已经来了 次贷危机的罪恶之源 就是两家头部房企 房利美和房地美 最终呢 这两家房企被美国直接注资接管 才得以收场 那万科作为咱们中国的头部房企 必须得提前上氧气呀 不管怎样 都得把这口气签给续上了 不能让这个风险硬着陆 当然了 万科挺过这一关 也不意味着从此就能高枕无忧了 但至少 没让它在时速120的时候 出事故吧 没有任何的征兆 突然就爆雷了 昨天呢 美国一家大型银行 股价直接崩了60% 而且盘后还跌了25% 反正呢 接下来除非发生奇迹啊 不然大概率这家 民调硅谷银行的大型金融机构 两天时间股价就会直接被砍到膝盖了 这种情况会不会让人想起 08年的雷曼兄弟的倒闭啊 并且呢 昨天美国其他的银行股也跌的稀里哗啦的 光是几家大行 市值又蒸发了几千亿人比 那听到这里肯定有人会觉得了 这美国银行跌了关我什么事啊 会影响我一个月3000块的工资吗 说实话可能真的有影响哦 因为这个硅谷银行 它作为一家有着40年历史的大型银行 主要服务于科技企业 经营一向比较稳健 这回怎么突然就爆雷了呢 原来周四早上这个银行发了一个公告 说他要卖掉他投资组合里的一部分股票 哪怕这么干会导致他出现18亿美元的亏损 另外呢 他还要通过出售普通股跟优先股的方式 来募集22亿美元 他这么一干 把投资圈都给吓坏了呀 有一些机构干脆就直接让他们的客户 赶紧赶紧把资金从这个银行里取出来 为啥呢 你想嘛 这是什么场面啊 这个银行一边在割容卖资产 一边还要巨额融资 那不就说明他缺钱缺的不行了吗 而他这么搞的后果 肯定马上又会有一堆的客户上门来要求取钱 这不就会妥妥的发生挤兑了吗 那这还要怎么玩下去呢 所以到底发生什么了呀 问题的根源其实还是美国这一轮疯狂的加息导致的 这几年为了应对疫情美元大放水 然后呢就出现了严重的通胀 然后呢美联储为了应对通胀 把利率从0.25%提高到了4.75% 而且未来据说还要加到5.5% 结果呢债券市场先受不了了 崩了 因为加息之后债券原来那点固定的利息就不香了 所以呢债券价格得跌 以保持它的收益率 而硅谷银行这个倒霉蛋 偏偏就持有了大量的长期债券 所以呢在这波里就亏麻了 不光如此啊 因为加息美国的融资环境也在恶化 因为对投资人来说 我钱存到银行里就能吃到不错的利息 我干嘛还要担那个风险去做投资呢 而硅谷银行主要存款的客户 就是那些需要投资的科技初创公司 那现在这些公司自己都拿不到融资了 哪里还有钱存到硅谷银行里去呢 甚至他们还纷纷要往外去取钱 于是砰的一声 这个雷就爆了嘛 现在的华尔街最担心的事情就是 这个硅谷银行到底是一个运气不好的倒霉蛋 还是倒霉蛋之一呢 其他的银行会不会也把存款买了很多长期债券呢 他们的损失有多少啊 会不会也爆发类似的危机 会不会搞到像08年雷曼兄弟倒闭那样火烧连营呢 这种担忧可不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就在前几天 浓眉大眼的黑石集团都被爆出了债务违约 而硅谷银行暴雷的同时 还有一家币圈友好银行已经宣告倒闭了 在这场美联储的加息风暴下 整个美国的楼市和金融系统都在颤抖 一些根基不牢的机构已经摇摇欲坠了 而且呢 恐慌情绪现在已经传导到了亚洲和欧洲 咱们A股今天超过4000只股票下跌 欧洲刚开盘 富士银行指数跌了接近5% 不过呢 还是要让大家宽宽心啊 就目前的环境跟08年的时候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雷曼兄弟倒闭之后 他当时手里是有大量的有毒资产 什么CDS CDO的 也就是信用违约互换工具 这两个东西是带杠杆的 毒性又大 传染性还非常的强 所以才会直接把整个美国乃至全世界都带沟里了 而这回的硅谷银行 他只是自己持有的债券下跌了 这个风险传导力跟毒性都要差上了几个量级 就算爆雷也不会像多米诺骨牌那样一倒一大片 那这回的危机反正目前来看 更像是一轮正常的周期波动 不过呢 既然外围市场在动荡 咱们中国肯定也是很难独善其身的 比如说今年以来 外贸汽车这些行业现在面临的压力都不小 这肯定也会影响